为什么这次会分手的原因 讲之外你们会笑 原因是因为我问他 我问他 我说你了解我吗 我说你知道我擅长的 跟不擅长的是什么吗 他说他不想聊这件事情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不是夫妻日常可以聊天的话题 为什么不能聊 所以我们礼拜四晚上 礼拜四晚上我们两个就各自睡觉 就没有在讲话 一直到礼拜五晚上 他回台南去 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受不了 每一次都是这样 对 我坦诚 我不对 我接受不了 我说了我要接受他的雅思 但我真的很多时候 我没有办法理解他在想什么 他总是让我看起来 觉得他似乎在思考什么 我没有在讲对方坏话 我说的是我的问题 因为我接受不了 所以我不开心 所以我想放弃 所以我跟他说 我们要不要试自看 放下 放手算 对 是我提的 可是每次提完之后 我就舍不得 他在我不在身边的时候 他选择了一个跟 人家出差的人见面 我只是提议 建议他说 要不要 不要那个时候见面 因为我不在 或许我可以陪你去 他不开心 或者好 我不要说他不开心 我不讲他坏话 就是我们两个沟通不了 我很认真地谈这段感情 我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个女人 她在我生病 不管是忧郁症也好 或者是癌症 末期也好 她选择了跟我在一起 所以 我对她只有感谢 我没有 我没有任何的想要抹黑他 或者是 诬赖他 或者是 说他坏话的 任何想法 我不喜欢他跟男生 男性 或者是结了婚的人 因为我怕有所太靠近的接触 因为我 不是不相信他 而是我不相信别人 我对人性是 不信任的 我开这期直播 只是想要说几件事 第一件事 我很抱歉 我觉得我滥用了 这个国家的社会资源 我不应该 让这件事情扩大 第二件事情是 每一段感情都很困难 你们在谈感情的 你们谈过感情的都知道 每个人都有病 我不想讲雅思是不是病 我承认我有心目 我在我写给他的歌里面 我写了 我说我接受他的雅思 我希望他帮我 征服我心中的鬼 我对人不信任 我不是对他不信任 而是我对所有的人都不信任 他没有办法接受任何一个人跟他讲的话 他要么就是零 要么就是一百 他告诉我说 他没有办法改变自己 他临不进去 我怀念我们一起带小朋友出去玩 我怀念我跟他在我家里 在他家里 我怀念我每一件跟他做过的事情 我今天排这个直播要讲的最后一点是要说 我就是接受了他 为什么这次会分手的原因 讲之外你们会笑 原因是因为我问他 我问他 我说你了解我吗 我说你知道我擅长的 跟不擅长的是什么吗 他说他不想聊这件事情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不是夫妻日常可以聊天的话题 为什么不能聊 所以我们礼拜五晚上 礼拜四晚上 我们两个就各自睡觉 就没有再讲话 一直到礼拜五晚上 他回台南去 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受不了 每一次都是这样 对 我坦诚 我不对 我接受不了 我说了我要接受他的雅思 但我真的很多时候 我没有办法理解他在想什么 他总是让我看起来觉得 他似乎在思考什么 我没有再讲对方坏话 我说了是我的问题 因为我接受不了 所以我不开心 所以我想放弃 所以我跟他说 我们要不要试字看 放下 放手算了 对 是我提的 可是每次提完之后 我就舍不得 我封锁他 我封锁他 不是因为我想要说他坏话 或者是我想要隔离什么 而是我不敢看到他的名字 出现在我的脸书上 或我看得到的地方 因为我会难过 我不会联络他 请你们不要再讲任何屁话了 我不会联络他 我只想通过直播告诉你们 告诉所有的人 这是我的心情 我没有要伤害任何人 懂吗 在他没有联络我之前 我不会联络他 我跟你们保证 我不会造成他的困扰